缺点的话 应该 育荣融资为股票上市公司 汽车贷款最高350万 汽车贷款最高45万 申请简便好过见 今天很高兴Prince来特地忍着腰痛开车从嘉义上来台北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台 菩萨的T-Roc 这一台是280顶级的 那让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Prince 那我的工作是摄影师 主要是做活动庙会婚礼的记录 就是算是专场记录专场 如果观众粉丝有需要的话 就是庙会啊婚礼啊 结婚的那些记录 还有一些活动都可以 对 反正你有这些的问题都可以 联络他 OK 好 你要在买这台车之前是开什么车 Toyota的食言塔 Toyota食言塔 对 那时候有小孩的吗 有那时候有 所以也比较方便 那那一台车是开多久了 2年 新车 这么快就要换了 为什么 动力 一开始的优先考量会在于 小朋友上下车 方便 所以你那时候看他的滑门 对我那时候当初是看上滑门 然后开了两年多 小孩子 见解长大 所以你才考虑要换车 动力的原因 对 有没有还有看过别台车 一开始有考虑 CRV 然后 Skoda那一台 Comic 对 然后还有森林人 森林人你有考虑 可是因为后来森林人改款之后 他没有无尾轮 他全部都是自然机器 那 Kira剩出是因为无尾轮 对 然后他因为他的息息处比较小 一开始就是动力考量 所以 当然 就剩这一台 就剩这一台 好 那他有没有什么优点 你觉得还不错 优点吗 我觉得第一个让我蛮惊艳是 对 深油 深油 真的很深油 所以你现在开到现在开几公里了 5600 两个月5600 油耗平均大概多少 12多 12多 所以你是高速还是市区居多 市区居多 所以这个油耗你还算满满意的就对 对 因为以上下班来算的话 我原本时间它大概是 一个礼拜一通 对 对 那如果 目前T-Rub的话 就是六日没有出门 对 会到隔一个礼拜的 大概礼拜二 晚上加油 或者是一个三 你的意思是大概多了一点三到一点五倍 对 会多了大概半个礼拜的那个油量 好 然后还有吗 第二个是 我觉得它的加速 加速 它的加速性我觉得就是很有感 当初选择的时候就是看上 动力 所以 还好这个部分没有 没有失望 对 然后 我觉得它的驾驶 就是操控性 蛮黏黏的那一种 对 对就是你在车证里面 你还蛮容易就是能够达到想要的 超车 超车 其实都还蛮灵敏的 对 好 那我来问好了 你觉得它内装质感是优点吗 我觉得算还可以接受方法 中规中矩 就是如果比如说一到十分 可能大概六七分 六七分 对就是不到很满意 可是你也不觉得它有太差 就是让你感觉是整个内装质感有升级 对对对 是这样子好 那我再来问主被动安全 我有遇过一次那个ACC作动 就是在车证当中 那时候车速其实大概四五十 对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的货车突然进行刹车 货车完全挡住了我前面的视线 我完全看不到前面发生什么状况 其实我有点反应美国 就是美国来 那是车子的ACC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ACC帮忙辅助刹车的 对这个作动 对所以这个配备你觉得很好 对好 主被动安全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空间上前面比较OK 后面的话可能就会以一个成人去做后座的话 就是你的膝盖会差不多要顶到前面 就是它这个大概可能不到一个拳头 后面还是都是做小孩 所以其实在使用上后面的空间需求没有那么大 没有目前没有那么大 对目前没有那么大 所以空间尚可 其他的部分 歌音 歌音超好的 对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还没有交车的时候 原本有已经去问号要去贴隔音条 是哦 对后来交车之后 开了两天 嘿 就跟那个隔音条那边说 抱歉他要取笑 因为隔音条再贴上去的话 你会更听不到环境 这样反而会变我觉得有点 我了解 刚才我们分享的超级多的优点啊 好那车子一定是没有十全十美啦 是一定是有缺点 缺点吗 我觉得第一个发现的是没有电动机 哦 就是它是靠手动转的 两边都是 对 我 顶级的都是哦 对 哦 所以在要做调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花费时间 因为这要转很久 好这个是一点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荧幕bug还蛮多的 你是街友线的 对 我是街友线的 所以第一个常常会抓不到 很 你 你知道是只有你这还是很多车友都这样 呃 有人有 可是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平凡 对 那再来就是我有遇过荧幕十当 我遇过了一次 然后我后来在 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TRAC的群组 然后我有稍微 我有上去问了 对 好像蛮多人都遇到就是荧幕十当 那荧幕十当就是熄火重开之后 它就会正常 一定要熄火 对对对对你关掉荧幕再重开没有用 一定要熄火 对 所以这个回原厂不能升级更新 目前好像没有听说 好 那还有吗 缺点 缺点 的话 应该 你的这个自飞架你觉得好用吗 不太好 你觉得不太好用的原因是 因为 它的后面这个 对 会挡到 扶手会挡到 哦 如果比较高的饮料 其实不方便用 对对对对 会卡住你只能放前面 对 那如果两倍一样大的话就麻烦 对 就是 会卡住 虽然它门边都还有各一个 可是很少人会放门边 对一般都是这边比较 而且 它也没有直滑的 对 也是会出现声音 招音 很平 这个也不太好用 然后还有那个 扶手 对 扶手太短 还是不能前后 一般扣着的时候 可以轻松一点 还可以控制方向盘 它左右两边 其实 它的门这边是太高 这边是太矮 对 就是变成你开的时候 你手放的 那个姿势并不舒适 对 除非你把方向盘提很高 对 你才有办法就是 靠在这边 对对对对 那 右边是眉睫啦 反正因为它右边是坐实的 不能提高 不能往前 那这个可以前进吗 可以耶 终于发现隐藏功能 所以是拉出来之后才可以 我帮车主解决问题 真的耶 对这样子就会 搞不然观众朋友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会接近方向盘一点 两个月而已没关系 可以原谅 然后 后面的椅子可以调角度吗 不行 后面收起来 它不能调角度 它可以六四分离 对 OK 然后还有什么吗 缺点 我来看一下 后车箱其实不大 实际放东西进来 你才会 就是体验出它到底大点小 对对对对 那我后来有一次载东西 我发现了它一个蛮大的麻烦 对 你把隔板拆掉 其实多出来的空间不多 只有多一点点 然后因为它是自动 自动尾门 对 它碰到东西就会停止 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传统就是 手动门是可以 用手去压它 它没有办法 因为它一碰到东西它就会回弹 你可能变成要强力 压它让它关起来 所以就尽量不要塞换头 所以就觉得空间真的不复使用 就是东西比较大型的话 它比较没有办法载这么多东西 不过就是这个车型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当时在旋 就知道了 只是说真的实际使用真的是 就还好它那个 被胎的那个空间是 还可以放东西 起码还可以放东西 通过你的东西 基本都是固定 都直接就放在被胎的空间里 好 那我们就来进行最后一个阶段 好 就是 现在假设你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包含观众朋友 现在想要买车 那这台车它也有去看 是 那你会推荐这一台吗 会 会推荐 为什么 我觉得 以目前我使用大概一个多月下 我觉得整台车子整体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对着其他的价位 对着其他的价位就对了 算说有一些美东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是优点大于缺点 像你是买顶级的嘛 它这一台车也分好几个等级 你会推荐哪个等级 CP值最高 一定是顶级 因为价位没有差很多 好像从今年 就是2022开始 它也没有其他的让你选 它就没有分那么多细项 对对对 顶多就是 会有差一些就是 外面那个车顶的颜色 对 那个可以选配 然后天窗选配 对 可是伏色选配都不便宜啊 对 真的 如果换一个车顶好像五六万 对就是不便宜就对了 好选配起来就多那个钱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观众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就跟观众说拜拜 拜拜